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就会有人想要加盟 包括以前可能别人对他信任 那这个店他是在佛山 当他马上的第二个店加盟店竟然到了上头 所以我当初就跟这个学员讲 这种打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的加盟 特别是你的雏形刚刚具备的时候 你的资源团队和整个打法其实还不够的熟练 没有谁可以做这种超长战线的作战 这个实际上相当于是说你只是copy了一个形式过去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真的支持到那个店 理论上感觉我们好像做这个加盟店算了一个五万块的加盟费 但实际上你想一下 你这个加盟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支持他 然后甚至他如果碰到问题 他天天打电话骚扰你 烦你生意不好怎么办 其实你要花很多精力 所以为什么真正能做大做强的品牌 包括蚕业业社这些 他为什么不走出长沙 其实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布局 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在某个点上先打透 打穿 把自己的内功先练好 很多的店 很多的这些品牌出事就出事在 刚开始一点小小成功 然后快速进行裂变 但是你的组织力 团队跟不上 结果就出大问题 其实要做一个加盟会非常复杂 除了刚才说的产品的梳理 组织力 还有你的供应链系统 还有品牌的渗透力 这五六个点都是做加盟非常需要重点思考才能成功的 所以我建议的更多是 虽然你现在成功的一家店 那你有没有可能在你的这个附近就来扶持你的成功 如果你在区域内能不到三到四家店 甚至五家店一个区域内 那你真正的是开始成为一个小品牌 而且这些品牌是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 然后慢慢的你通过这五六家也能养你的组织 再来进行真正的考虑下一个机会加盟 你的成功率就很高 所以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误局思考 那战略是一个企业真正的核心核心的价值 比如说再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我们的毛主席为什么会跟蒋先生天然的会有最终的命运 其实当初蒋先生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战略的思维出发点 就表现得非常不同 因为对于蒋先生来说 他经常在当初的这个最后的解放战争当中 他是要求是抢地盘 占地盘 每个城市都不兵 但是对于我们毛主席来说 他要求的是什么 伤其食指不如断其一指 我每次跟你作战 我都把你一个兵团吃掉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集中优势兵力 在某个地方集中全部的资源 先建立自己的核心的竞争力 这个是真正的作为战略层面来指导大家创业 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刚开半家一家店的时候 就看到别人家母就为了赚那点小钱 就开始花精力下去 其实你没有想到这点小钱赚了 最后面可能你的核心经验那句废了 好 所以这是一些有战略层面的经验之谈 好 希望这次分享对大家有价值 谢谢